以前我們就出現過 當放假的決定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很多民眾就到首長的臉書去留言 就是希望明天趕快放假 但是通常首長也不會因為大家希望放假 就冒然放假 他還是要根據氣象局所提供的數據 那當然你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在這個決定放假這個時間點 是達到放假標準 就隔天出現大太陽 那一定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為了選舉隨便亂放假 那也會擔心會不會在放假那個時間點 還沒有達到放假標準 可是隔天居然出現風雨交加的狀況 其實這當然都是市府 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擔憂跟風險 你知道地方父母官 最怕就是遇到颱風這件事 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祸福 地方首長只要再做決策做錯了 他馬上就有旦夕祸福 那過去做最成功的決策就是賴清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像賴清德 那一次的機遇這樣子 所以說 鄭志仁如果你在判斷的時候 如果你一個判斷錯誤 你假設我宣布明天放假 結果明天請攞吳雲 那大家說這個縣市長就是亂搞一通 我認為放假盡量不要放半天 放半天的確是非常麻煩 因為有的時候 你有的時候你已經出門了 你已經做些安排了 然後還要再回家 那甚至於呢 上班上課不同調 這會對於家長造成很多困擾 小孩子沒有地方去 那家長到底是要去上班還是要在家裡 會打亂他們原本的作息 放假更要一些彈性 比如說可能 早上是有風雨有達標 達到放假標準 但是下午沒有 這時候我覺得地方首長應該拿出魄力 就放一整天 有多個地方首長都有意要在明年挑戰這個總統大位 不管是已經確定代表黨的 或者是這個曖昧不明還在阻擋階段 當你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每天在那邊跑選舉搞造勢打高炮 但是卻連這種基本的市民便利都可以犧牲跟不顧 甚至是這個預測不精準 不願意去體恤市民這樣子通勤的辛勞 這勢必會對自己在進逐大位的時候有很大的一個傷害 沒有放到 就是該放而沒放到 然後造成民眾出門 身家財產的這個影響的話 那絕對會影響到選票 所以我說一般說來 正常的政治人物顧慮到選票 他們都會盡可能的就放假 顧慮提早一天 前一天的晚上 即便風雨可能隔天未達標準 他也不管 就是 所以他們都會看風向 政治人物你會看到 當第一個縣市首長開出第一槍說 好比方說 XX4我們放假的時候 隔壁的縣市每一個就跟著連帶就是 跟著就放了 我相信選民心中也是理心的 你也知道這個颱風架可能不值得這樣放 但是有時候人就是一種小確幸 放個假然後開心一下 所以政治人物也了解你們的想法 所以有時候就是 好啦好啦算了 就給你一個小確幸就放了個颱風架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颱風政治學 我們不是神啦 我們也沒辦法預測隔天 到底實際上出現的狀況是怎麼樣 譬如說以台南市賴神 他所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有一次就是預估隔天無風無雨 所以早上他還是照堂上竿上課 可是隔天早上大風又大雨 那我就有看到網路上非常多人在酸他 糾結是一定會有啦 你怎麼放都會有人不滿意 但是這就要承擔